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赶紧找来台电人员进行抢救 初步研判原来罪魁祸首就是他 烧焦的小松鼠就倒在高压垫底下 台电人员研判应该是他爬到至高点 因为物咬断电线害到整区大断电 原来9号早上9点多整个社区大停电 在台电人员抢救后恢复正常供电 但意外事故影响超过4000户用电 很少碰到动物物咬电线导致大规模停电事件 台电表示未来会考虑更换绝缘电线 避免小动物啃食害停电的类似意外再次发生 三立新闻旅宴罗佩鱼花莲采访报道